無項就轉明叫做無座 叫無座結婚門 來譬如說叫一個城有三個門 我們一個人身體就一個而已 沒辦法說一時之間從三個門進去 那要記錄要入那個到裡面去 城裡面去 從一門 從一門 諸法十項是內盤城 他城有三個門 空無項無座 這三個門都可以記錄諸法十項 內盤城 所以呢在 這個 制度論當中講到 在某個眼當中他就是一個法 說的時候有三法的次第 那實際上有三個一 三個一的情形是一法 接著呢我們再說明 諾雲非者 戒從心化 計化此心 腦非此戒 大見湊結 固特提示 十字求之 那個這個地方最主要講 疾 若因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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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前所受的 這個戒體 就是三聚境戒 那 後來 西魏教在變瘦菩薩戒也無妨 也無妨的 可以再 重塑 增壽 增華 又後呢大小混亂如何分別 這戒體啊可以用原教中期融通他 了知戒體的救經液 阿賴耶是心種 阿賴耶是心種 文化大型 所心的是無上不敵的種子 那麼在手持方面呢就依我們個別個別受持的戒條 你說無戒是罷冠災戒 這是促假的戒話 那就是依他們的開車之外去手持 那戒體是侵襲種子 心種 可以言言教 在戒恨當中呢 是要依受什麼樣的話 持什麼樣的戒條 依那樣的戒條記受者 做開車吃飯的情形 所以大小也沒有混亂 那麼 洛云飛者假使說到我們所說的 不是三句境界的話 那麼戒從心化 戒體是從我們邀七的心 所發起的 前面的三品的心 都是講心啊 你花什麼樣的心 得哪一品的戒體 心化從心 從邀七的心呢 我內心的希望 邀七的心所發起的 計劃此心 哪非此戒呢 既然我們所發的是自立 立堂 庫法 庫持正法 另外這個處理 那這樣的話呢 哪非 怎麼不是三句境界呢 大見臭解 大見臭解 大多呢看到 有臭解這一種意理的 認為不是 所以在這個地方特別來提示出來 使用我們學習的人自己 推求 了知 戒 是從邀吉的心所發起的 所以你花哪一品的心 就是哪一種的戒體 發自立立堂呢 令正法久住的心 那就是水 三性境界的戒體 戒體方面 不妨可以這樣來講 從心 約心的 好 戒者呢 自明立堂 收明立堂行 此法即上陰行 內盤即上果德 此法 就前面的第一行 第一行從底下的 又以此法引導眾生 立之內盤 就是立他行 又以此法這個此法也就上面的 自立當中的陰行 我現在花心所見未成就三句境界 去三邂途門 正求尼環國 那也就是 未成三句境界 去三邂途門 整個內盤 內盤呢 立之內盤 內盤也就是上面自立當中的果德 正求尼環國 那也就是說呢以自己所 修所成就的回過來 勢以眾生 使用他這麼做 你能夠得到 大波內盤 無常伏地 那麼究竟就立他 再來第三呢 護法中 護法行當中呢 自立立冷 船船相續 佛總不斷 顧得久住 身立此凡 烈是梗蓋 所謂說不盡言言不盡意 智非經緣 優柔其行 前世初心何有可解 與廣無數 那麼護法行當中也就是說 自立進一步呢 而能夠力量 傳傳相續 歐利人家 對方他成就自立呢 又將自己自立的功德 換過來 有利益眾生 那麼使勵對方得利 他沒有得到的利 要轉 轉向 傳授 所以叫做 傳傳相續 這很重要 生活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佛種不斷 佛種就是戒體 所以讓我們有所謂的 你這個佛種不斷 有一個所謂的